Morning 跟英语杂商的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频道我们来一块走进The Devin & Jerry Airy College of Business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这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的Devin & Jerry Airy的商学院 这是在2022年的百江的商科学管理学名校榜中排名第50名的一所商学院 我是真的是为了觉得跟Boss State University感到叹息和不服似的 他跟Boss State University的Question并列排到的第50名 我知道我要是Boss State University我就能真的能欺诈了 这事就离谱 真的这事真的就离谱 Iowa State University爱荷华州立大学 名字很好听 Iowa这个州不是什么教育的重点的大州 但是这个州却是选举的重点的一个大州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 说到这个Devin & Jerry Airy College of Business 名字也很好听 名字里面加这个Avi的College of Business 如果他其实他应该音译这个词叫Avi或者Avi这个商学院 而不能把Avi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成春藤 因为他确实跟成春藤名校那个词是一个意思 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有多好听 这个名字有多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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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学的商学院就有多一般 真的 他居然跟Boss State University的Question并列排到第50名 他跟Boss State University 他跟波士顿大学并列排到第50名 我当时在录Boss State University的时候 波士顿大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他说 我真的是为Boss State University感到不公平 真的 首先今年Boss State University我觉得就是被额气了 44名的大学并列了6所 所以就没有什么45名 46名 47名 48名 49名 没有不存在 44名并列了6名 所以导致没有40多名的商学 然后直接44名完了以后 就是第50名Boss State University的Question上学 到了波士顿大学Question完了以后 得 给他来个并列的Avi State University 这是爱荷华州立大学 你们多少人听说过 这应该是到现在为止 如果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猜的 应该是刷新了 前50商卷里面 平均MBA就业工资最低的一所大学 我猜的 因为在去年 而不前年在录L24 University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大学的商卷有点找不着北 学生就业平均工资比较低 但是今天这个排名就离谱 他排到第50名 他去年好像前两年好像没这么高 然后他居然超过了哪些 大家所熟知的名项呢 比如说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乔治华州大学排到第53名 他超过了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戴维斯分项 超过了53名 大家所熟知的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东北大学的The Moral King 55名超过了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Moral 55名超过了 就离谱 大家觉得这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尔湾 Paul Marage的商区院 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的Paul Marage 商区院 依旧超过了 连Bayern University都超过了 所以说这个排名 今年这个50名 Alwar State University 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排到第50名 我想不通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他到底本科开设的哪些项目 研究生开设的哪些项目 MBA开设的哪些项目 和MBA毕业的群军的就业工资是怎么样的 就以很大程度上能说明这个大学的教育上 商区院的教育的口碑和学生的就业的情况 那么过了今天这所大学 我们就离开了前50 就是40到50的这个门槛 Alwar State University 是在40名到50名这个区业里面的最后一所大学 过了Alwar State University Alwar州立大学以后 就再也没有前50的商区院了 接下来就是50名开外的商区院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百强的商科名下里面 我是从30名开始录的 已经快要走过三分之一的历程了 我相信在这个历程过程中 大家跟着我一块也经历了不少 对吧 不少 一个大学看出来 不断的看到刷新的MBA的最高的工资 甚至达到了14万15万 也同样看到了MBA由于地理位置因素所影响的 刷新的最低的工资 30名刷新最低的是University Tennessee的 Nuxwell的Hassam商区院 田大西大学Nuxwell的Hassam商区院 四十四名左右的商区院里面刷新最低的是 University of Alabama的Manderson 阿拉巴马大学的Manderson的商区院 还有就是University of Utah的David Akros 尤塔大学David Akros的商区院都是因为地理因素的原因 导致了MBA成平均学生逼合工资更加的低 那么今天呢 这个阿拉巴斯特 但是你别看 你等会我再补一句 你别看44名的最后两名刷新的最低 接下来到了Balston University 在Crashville那个地方一下工资水平就被拉上去了 从低于10万的44名的病列的第8万9万美金 一下到了Balston University 就达到了十几万 甚至跟Balston College博士顿学院是进行排名 基本上相似的 就博士顿学院和博士顿大学 那么过了Balston University被卡在中间 然后接下来到阿拉巴斯大学 阿拉巴中立大学 我们今天来看看他是不是会再一次刷新我们的这个对于MBA毕业的就业公司的三观 和道理他的教学质量是怎么样 好吧 我把屏幕切给大家 大家现在看的呢 就是这个阿拉巴斯大学的这个叫AVI 你看他这个词叫Devian Jerry AVI College of Business 这是一个人名 但是长春头名校也正好我们所说 嘴里常说的长春头名校 长春头名校长春头名校长春头那个词也是AVI AVI就是长春头 所以Devian Jerry AVI College of Business 这是个人名 OK我们一块进来看上来就红色的 阿拉巴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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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made to be in business 我注定是在商业当中 这个女的一句代言词 好吧 这感觉弄得耐克那种感觉似的 就已经非常简短 好吧我们看看大学 先从本科开始看起 他是开设了一些项目的 比如说你看Android开设了 然后有Master Program硕士项目 MBA项目 你们一个个看先从本科开始看起来 还是看起来吧 make an impact 做出一个改变 做出一个影响力 At Devin Jerry AVI College of Business We prepare students for future of progress giving them the mission vision skills go out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在Devin Jerry AVI的商圈里面 我们为学生准备了长期的一个filtred progress 一个长远发展的未来 给他们一个视野的价值观 一个未来和他们的技能 go out and make a difference 这是一句话 叫go out and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走出去去做出 为改变一些事情 就是走出去 去改在世界当中改变一些事情 因为世界这个词在这 In the world Here 在这里 students were made new network to support them Including their peers AVI faculty and staff and a host of talented leaders who are excelling in business around Iowa and the world 也就说在AVI在这个学习 在这个地方 学生会建议会得到一个新的一个交集的圈子 这里包括他的他的同样的同班同学 AVI的faculty 他的教授上前的教授和他的工作人员 以及很有很有天赋的一些带领者 这些带领者商业带领者 不光是在Iowa State Iowa州里面 并且在世界上做出了一个这些都广告词好吧 In aVI we combine quality currence internationally now faculty in the welcoming atmosphere to create and match business education 在这里有非常有质量的教育的体系 Internationally now faculty 全球顶尖知名的教授 and welcome atmosphere 以后受到欢迎的气氛 就是unmatched business education 不能被其他双线所对比的生活教育 真的是一顿998呀 就是只要998快来这里吧 那真的交流这么好吗 我们接下来一块看 因为教学教学这个东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能装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对不对 不管黑猫和白猫能装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为什么 你学生毕业你的就业工资 你的就业率 你去了哪些公司 是检验这个商区院 整个教学本身课程能力 口碑和学生实力的最简单的一个教育方法 你说了天花乱坠 对学生毕业工资一看一个月挣三千美金 那不是扯淡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实践 我们一会接下来看他的整个能力 Where students get all of the support they need succeed to get a dream job after graduation 学生在这里可以得到他们从一切需要的这个support 知识以及毕业以后拿到一份工作 说几个数字 1,250,000 student scholarship 100多万美金的学生 Average every starting standard 本科平均5万2千美金 52,000美金 52,000就是5万2千多美金 不过从这个地方看还是可以的 至少是达标 就是C或者B的那个级别 就是ABCD的话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这个地图 它是在L上面是 这是美国地图 上面是Canada 下面是Messico 所以它在中部的大州里面 而且它是在基本上 中部这一圈的州 其实经济发展都还可以 但是越往这边偏就越不灵了 你比如说上面的Wisconsin 大家所处置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Madison 对吧 它是它是在这边非常有名 它的它的全球的房地产业务 等等很有很有名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Twin Cities 这双城分校 明天苏大大学 就不用说了吧 咱们东哥 是吧 没少在那儿惹事是吧 University到旁边的Majigan州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包括Majigan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在安娜安堡这个地方 安娜安堡这个地方 它离Detroit 还是有一定距离 非常近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Ross 是全美 可以说是前五的上线 非常的强 然后 Maj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Lansing 这个地方 它的共用店的项目 也是全美第一的 主要带动的经济体 是Chicago 芝加哥这一片 包括上面的这个 Wisconsin的首府城市 Malwaki的这个城市 在Chicago的这个地方 主要是带动这一片经济体的 大家所熟知的 非常了解的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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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Illinois UiUC 相比分校 也是在这个地方 在在Eunois 这个地方 然后Indiana 这个地方 就更不用说了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圣母大学在这个地方 Un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 在这个地方 在Boomington 这个地方 当然在Indiapolis 也有分校 对吧 所以这周边这一切的 经济体是绕着 芝加哥这一这一片而走的 美国有几个经济体 比如说一个是Boston 这边自称一体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这边自称 虽然说这俩可以说沿 叫东韩经济体 但整体上来说 Boston跟纽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包括北海这边 以Sharley 这边还是有一定 有一定经济的 包括佛罗里达 基本上都度假了 然后Dallas 就是德州那一片 就不说了 加州的整个LA是一片 包括San Francisco 是San Francisco 是另外一片 Seattle 是科技那一片 然后Las Vegas 酒店 赌博乱七八糟那是一片 Phoenix就是太阳 太阳口猪肉的一片 哈哈哈哈 在Phoenix 开个玩笑太热了 主要是居住 所以说他整个这一片 他离开了 美国最没有人烟的几个州 Douth Dakota Nebraska North Dakota 这个地方不是包括美国里面有讽刺吗 说在Nebraska那个地方 Lincoln那个地方有个大学 Lincoln在这 Lincoln那个地方 连个鬼都没有 Kansas Missouri 这都最偏的几个州 所谓Alwa 跟这几个州挨着 也没有什么经济体 但是Alwa State Alwa州立 是美国每四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州 Alwa州 也是美国大选的风向标的州 所以每到每年大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快到投票的时候 快开始的总统竞选的时候 答案 那些政客都会到Alwa State 当时非常有名 Alwa State 一个Stay Fair Stay Fire 一个州立的一个农贸的交易的市场 当时去拉选票 Alwa State 被号称为美国每年大选 就是四年大选总统 一个风向标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政治因素很重 但是教育来说 你看这边有几个靠谱大选吗 基本上是没有了 但是 Alwa State 其实还比University of Alwa 还好一点 是这州里面 最好的一个大选了 好吧 所以说清楚地理位置 大家能够理解到一些因素 我们就不开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 About the Devin-Jerry Alwa College of Business 看看这商圈怎么介绍 看有没有重点 好吧 我都不 时间因素都不给大家一个念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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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都justeducated 然后给了1.2 million dollars 一个一个每年给了student 每年给学生讲学金非常多 这就是商圈捐钱那俩哥们 我不知道他们俩谁叫Devi 谁叫Jerry 应该Jerry应该是女生吧 哪那个叫Devi Jerry是个女生的名字 然后blah blah blah 然后53件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你看原来商圈的商科尔专业 都叫industrial 工业管理 不要 因为原来是工业时代 对吧 就是 I was in the research park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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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blah blah student innovation center 学中超级了中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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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1980年就开始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专业开始了 一直到2017年 alright ok 我们来看看本科尔专业 majors minors and certificates at every college of business the boundaries were possible are yours to push shape and redefine the average商圈里面 什么是边界 边界就是让你来进行 你推把边界推得更远 你来重新定义边界等等 大概就是广告词blah blah blah 我们看到过什么专业 accounting 上课的四大专业之一 这不是说 快点去 这个exercise 精算学 这个在本科尔看的多不多 这个在本科尔看的真不多 Risk management grow actual science is a discipline that applies financial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 to assess risk in insurance finance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fessions Risk undesirable events an organization would like to avoid or mitigate ma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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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 want the flat score increase in Iowa 这个词其实用的非常的准确 这叫风险如果没法被规避的话 那我们只能如何进行重新规避风险 就是如果没法一风险一定会发生的 道理很简单 就比如说 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才好理解 比如说前两天那个 那个发那个大洪水 把车都淹了 那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什么 是因为是风险的 就是无法控制 不可 对啊你不可能 你怎么能控制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呢 对吧 所以不可控制性风险 那这里面精算 就比如大家打电话 给你买汽车保险在美国 比如说liability comprehension等等的 一些乱七八糟保险 你打电话买保险的时候 他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讲这个专业 因为这个专业不太常见 哎 哎我这怎么切过 哎 哎这个屏幕是怎么切的 讲着讲着忘了 我应该按这个 我来说说这个专业 比如大家打电话给保险 比如说 嗨 i got a 2012 Honda Civic 我有20 2012 2012 我刚才说几 2012年的Honda Civic这个车 然后我打包 打电话买保险 比如打给Geico 或者打给Allstate 这些都是美国大的企业办公司 我打电话给他说 啊我要买保险了 他一定忽悠你 啊那你要买个什么fraud 什么洪水 我心想Arizona能发生洪水 我买个自然界还差不多 然后什么 Ener Insurance Motor Motor Vehicles 比如说如果对方没有买保险 免出的事情是不是你要进行优先赔付等等 乱七八糟一些事情 好 我给他买保险 然后他告诉你个价钱 说 你每个月 我是一个本科就学风险的一个人 我这个掉下来了 我是一个怂的一塌糊涂的人 我不是买不起奔驰宝马这些车 第一在美国就没有人 就没有几个真正 就全开这个全是亚裔 第二 我开个宝马 你打他设想一下 我开个宝马 第一我坐得进去吗 第二我像开宝马的人吗 单手开宝马 右手巴黎世家 我做的道路不是那种人啊 比如说我要开 我为什么讲个车呢 因为开宝马人 他如果开的快等等 他的风险就会增加 比如说我要开个老爷车 像我开个林肯老爷车 谁会去买林肯 开一个老爷车 林肯在美国 中国林肯卖来可以 文化差异 那天天就是没啥溜达溜达 就三点一线 我家办公室 办公室我家 我家办公室 办公室我家 现在疫情一来更不用出去了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你就不怎么用车 所以风险就下降了 所以像我这种安全的司机 一个月就70美金的保险 那就很便宜 对吧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 比如说刚拿驾照的人 你未婚单身 那你天天出去 没啥去酒吧 泡个妞 然后喝点酒 然后你还DUI 对吧 叫Driven Influences 这个是放 这是众最好的 美国这个酒后驾驶 然后什么 乱七八糟 这件事情 然后你说你的风险值 是不是就高了 那么你一买保险的时候 你的月 Premium 我们叫做月付的款 就高了 就非常高 我身边有些人 有些我认识一些学生 保险一个月400美金 500美金 大家想象一下 保险一个月人民币 三四千人民币 就是风险的高 原来非要买Maserati Maserati 你想想 这最简单的道理 我不是说开好车 一定出事啊 从保险的角度 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 小A同学 开一个 Mase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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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汽车 我 小B同学 二B同学 我不开车 我 不开车 搞笑的 骑个马 我开车 我开一个皮卡 又开不快 你觉得哪一种更容易舒适 当然了 这里面 还有本身汽车安全结构的一些因素 这种话题就深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精算学 是高度进行计算风险和规避风险的一个专业 我对每一个学精算学的人有很强的敬畏心理 因为他们真的太难了 精算学 但是就业非常的稳定 工资也会相对高一点的 本科开设精算学的不多 以沃顿 包括沃顿旁边影响的宾州有些大学会开精算学 其他地方不太常见那个专业 接下来说Business Analytics商业分析 这个在本科开设的也不是太多 是在本科本身这个阶段里面开设的 为什么 因为一般到研究生级别才会开设商业分析 就是Business Analytics 就引入了数据化的概念在商业里面 Business Economics商业的经济学 他开的叫Business Economics 他开的不是Economics Economics是经济学 比如在加州的很多大学 本科不设商学院的情况下 还有Economics 但这个地方他开的是Business Economics 商业经济学 所以说它是跟商业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跟商业没关系的话 经济学是一面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Right 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学 Finance 上课思大语这一步说了 金融学 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这个David Jaren David 这个商业本科开的专业不少 非常的细分 你看见没有本科开的很扎实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在本科也不常见的 国际商务 为什么 因为国际商务是你从国际化的视角 要重新再学一遍商业 所以你知道到了研究生 你在本科先学完商业以后 再从研究生的级别一般才会让 从全球化的世界里面再重新学一遍商业 OK Management管理学 Management管理学 你看美国人对管理学的理解 他们总是Gating the Resources有关 他跟人有关系 欧洲的管理学更加的针对于 Corporation 就跟公司或者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s 和组织的组织的 就是公司一个组织的运转的能力 O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信息化管理的技术 这个信息化技术 这个开的也不多在本科 Marketing 在里面之一是BKAT 市场营销 Spension Management 供应链 管理 这个其实在 这个其实也开的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这两年开的越来越多了 一个他 一个商业分析 这里面比较好的几个本科的专业啊 虽然说在IOS在这个地方 这些这些这个商卷综排50名 包括他本身的大学排名 我看一眼好像是100开半了吧 对大学综合本科排到了118名 National University 商科商学院排到67名 也没有单独的像榜上有名 但是整体来看 如果你真的要去LRC University的话 整体来看 如果想挣钱的话 想就要稳定的话 ExtraSign 精算学 Business Analyst 商业分析 OK 不是这都不是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S 和4% management 工业内管理 当然了这是你想挣钱 你说毕业了等等的 如果你要想把商业本身学好 四大领域 Marketing Management Finance And Accounting 但你要国际的国际 国家事业的话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K 你如果想未来研究生学 Business Analyst 看飞机来 你就可以学Business Analyst 这是本科的专业 然后我们到研究生来看 Demi Jerry Erich College Business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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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研究生 我看也 Wether you're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 mastery oncampus online or combination Business The every college of business is the portfolio of programs to help you advance your career Part of students take advantage of online courses and evening classes and have capital square suite in downtown Desmos Iowa Dosmone 这个词是怎么样 Dosmone 中奖标 Fultime Fultime programs offered Alwa State University campus in Amon Center 我这地名不太知道怎么念 Alwa learn Learn from award winning faculty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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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就说他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硕士的项目 可以选择性非常的多 看能说开着哪些硕士项目 Math of accounting 他是开了Mac的项目 看见没有 Mac的项目还是 会计学里面开的比较好的那几个项目 Math of realistic development 房地产的建设 然后Math of business analytics上也分析 Finance 就避开了金融学 Math of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新加管理 然后就MBA了 开这儿并不是很多 中规中矩避开的项目 像金融学会计学 他居然没有开管理学和市场学 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我估计他把管理学 够到MBA那边 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 我们先一个看 Math of accounting会计学 If you want to add up improve critical thinking analyt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your distribution of accounting expertise of our massive accounting program MAC 就是这个 在研究生里面最好的 会计学项目 就是MAC 叫mass of accounting 或者一般叫mass of accountancy 就是另外一个词 为什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旁边 他就在这个周旁边 那个Universal Iowa的 UIUC 是会计学是美国 第一第二的 基本上四大直接对接 对口了 就是小鸣分校 他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mass of accounting science 另外一个叫mass of science in accounting 大家觉得哪个项目是针对本科设计会计的 一般加上master of science 一般加上科就是硕士 就是理学硕士的话 他是以教学为目的 以知识理论进行教学的 在上科里面 但是他如果这个专业 比如说mass of accounting 或者mass of taxation mass of auditing 有些这些专业 就会计里面这些专业 他是真正的一个 像有点偏向于professional degree 就是专业性的 进行的专业性的这个学历 OK 所以他这个地方开设的就是mass of accounting 会计学的项目 designa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ccountan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y I will comprehend the proper period to take 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研究商的会计下没有不用说别的废话 就是cpa的过关率和cma的考核率 150个学份 为什么会计学应该在本周进行联组 因为他有150学份的cpa的requirements 每个周都是150学份的每个周 还有一些其他的略业不同 如果换周的话比较麻烦 有的时候cpa和cma error specialization 会计学的单一性下分领域 我们来看看这种交的质量怎么样 平均26岁 这个高一点 一般是23-24岁 这个为什么会高一点 一个会计学的项目 然后 然后看一眼3.0的gpa ccd 然后申请resme 简历两篇文书 本科要求3.25的gpa 你如果本科插了3.25的gpa 就不需要提交gmail和gmail的成绩 这么水的吗 这么简单的吗 这时候有点放水了 这个说我们要直接卖个gmail和gmail 1.25的成绩 然后你本科3.25的成绩 就不用了 有三个specialization 快递学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insurance assurance 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financial reporting and insurance 这个应该是四大做的就是auditing 省计里面的领域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nalytics 和tax information it 审计类的 然后就是tax 税收类的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大写这个单词 这个地方不太对 cma的 cpa的truck ok 这个分的很细 这个有一个cpi 有个cma的truck cmatruck是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和information system and analytics 新极化的系统和分析的项目 这个细分呢还是真是可以的 我第一次看 我第一次看一个大学快递学项目 以cpa和cma进行细分 就以考证书进行细分 这个地方细分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下一个下 mass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这个国际生不太设计了 其实 在midwest中期部的第一个项目 为什么国际生不太设计房地产呢 这个 你看平均8.5年平均33岁 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东西 对于受到国情影响太严重了 美国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房地产和经纪人 建设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这数据真的 退一万不说去扎心的话 怎么着 你要不是北京本地人 你要不是从 就跟着整个泡沫起来的这些人 这些房地产 你靠你自己的工资水平 你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你看看多少年 所以说这房地产都会很扎心 这房地产的东西很扎心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最简单的很扎心的一个事实 你们觉得在中国一个月月薪五万低吗 不低吧 一个月月薪五万在中国 算很高吧 在北京 对吧 咱们就说在这个 比如说咱们就说在 在这个科技大厂 在北京的科技大厂西二系那边 西二系有很多的科技大厂 那么百度啊 小米啊 乱联想啊 乱七八糟 包括中文村科技园等等的 然后你算五万一个月 咱们一年就挣六十万 咱们就说不吃不喝啊 一年一分钱不花 挣六十万 在小米对面的房子啊 基本上那就那一片有几个小区 基本上房价都是在就是那边是一片别墅区啊 基本是在 两千万 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之间 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之间 我就算他两千万平均值 你算这哥们不吃不喝一年挣六十万 他你挣三十多少年 我数学不好两千除一年六十万 三十多年他才能买一套房子 到时候可能他再买的时候 房子就不是那个价格了 所以说你说你这个东西 你房地产这个东西你怎么学 包括经纪人代理的方式也不一样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 所以说你这个国际上学这个房地产 真的所以说国际上学房地产的并不是很多 你再举个例子像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开了一个关于国际的 国际的房地产那个投资的发展 那是从分析角度分析各个国家的房地产的资本市场 所以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像这种单纯的只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很多国际上想 学了用务之力不是太大 其实 除非你在美国导致房子是吧 Mass of Business Center 让你分析这个国际上学了很多 但这是online的program 国际上就拿不到这个F1的签证 那F1的话你必须要是face to face 所以这就是这就是又一个问题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听说 我都这个中国人还不少了 但是这个商科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商业分析的硕士项目 居然是online的 那没法给那个 F1的签证 We're interested in fraud detection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improvement Our massive business center data program Give you the tools you need to short big data 不管你是对诈骗进行检测啊 风险管理啊 或者进驻性的公司运转的效率提升啊 大数据啊等等的都可以帮助到你 然后这个项目都可以交到你 但这个国际上只能是远程的 比如在中国你上课 你在美国不让你去 因为你也有F1签证 还真有卫生申请啊 你要脱贵亚斯成绩 那他是online online是没法 你看format 没法给你F1签证 F1签证 全日是比较到面对面的学生 Alright Math of Finance 金融学的硕士的项目 就是商科学 Improve your skill Position yourself to succeed Every business has bottom line 每个商业都有bottom line Bottom line不是最底线 意思是指的是 金融报表里面最底 最下面那条线 是什么bottom line 是你的盈利收益 所以finance skills or high demand or master of finance program bottom line 然后里面有几个finance financial financial excuse me financial analysis 因为那个词如果是分析的叫analytic 它整个第一个音音发音不一样 所以我一下卡住了 financial analysis and wealth management 财富管理 Every master of finance program bottom Dual degrees 和Avid MBA的效 然后STM designat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国际上如果学历 有项目好 毕业还有延长的OPD的时间 还是 那还可以的 你没发现他这学生年龄 说实项目都偏大 有没有发现 有点意思 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都是23岁 基本上进去 就本科刚毕业 这边都偏大一点 有点奇怪 这是我STM的专业 做国际生毕业以后延长的工作的许可 没什么可说的金融学项目 千变一律 星期化管理 星期化技术管理 这应该也是STM的专业 blahblahblah 你看STM的专业 中央博弈生的就业工资 Avid starting salary Approved record trap record of employment 这个项目 有很强的 就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高的就业率 平均起薪工资8万 说两句 牛吗 不 根本就不牛 这么多吗 多 但是根本不牛 为什么 因为MS这个项目 星期化管理这个项目 在美国你随便找出任何一个大学来 跟大学其实主要因素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这个项目 星期化管理 因为老美国不明白这个 星期化管理 星期技术 在商科里面的战斗机 商科里面的工科 也不叫工科 商科里面的计算机 计算机的学科 所以你碰到计算机这些的 你就业率自然就提升上来了 所以你要说8万美金高吗 高 但是在这个专业 如果你硕士毕业8万美金高吗 高 但是是对比其他的硕士的商科专业 但是如果只是对比 横向对比MS的话 基本上8万是个平均值 大家都挣8万多 8万多9万多 10万好一点的 基本就这样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在我上期视频也说 我在美国你还感觉 社会阶层是很难的 大家平均工 这些工资都是差不多的 8万块钱 所以说 这个真的 这个不是跟学校的因素 并没有那么大 我想跟他说清楚 但别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他教的就一定不好 但是说这个是 主要是受到专业的影响 OK 平均年龄30岁 这个大学的 学生的平均年龄高 真的 百分之百的距离率 这很正常 MS的项目 这个没 这个真的很正常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不是怎么回事 还是西养的专业 31岁 真的 这个年龄都大一点 我发现这个年龄 有点意思 里边硕士项目 然后我们来看看 MBA的项目 MBA的话 硕士并没有开开多的项目 我们来看看他的MBA的项目 看看他到底 教学 就这个整块大学 毕业的究竟情况是怎么样的 the average of BA OK 然后 开出了全日的MBA 然后全日 full-time concurrent MBA 就跟硕士项目相结合 professional MBA 看一看 Full-time MBA Whether you are alleging for promotion or prepare for crime of the copper lander 公司的那个 公司的那个梯子往上爬 对吧 MBA is a proving path to success 我的项目是被证明的 Our full-time program is ranked 50 by US in-war report and offers an average of spe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faculty 全面第50个项目 所以说 我为什么有时候老说这个MBA MBA的问题 就是 很多人其实跟我这个有不同的观点 我随意 我 你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好吧 不要在有些国内的中间 大门都没有出去过来过来说 我 这个 一个商卷 每个商店也许没有这个项目 没有这个项目 没有那个项目 没有这个项目 但他一定会有MBA的项目 MBA是最能代表一个商卷综合的教育能力 和学生选择 而MBA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最初的建立的风格 到现在为止 像Warren有些商业还只有MBA呢 除了MBA以外 他没有开出其他分制的专业 MBA就是一个象征 在商科里面 除了MBA以外 其他都是商科硕士 这两个教法都不一样 所以通过一个MBA呢 能看到这个商业整体的口碑 教育的能力 学生整体的素养能力 教授的能力 和学生毕业工资能力 他的MBA学生毕业工资的能力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他的项目 因为这都互通了 同一波教授 同一波资源班子在教 那MBA也就当同时会看到很多的 一些商科的硕士项 没有平均的就业公司的报告 但是一个商业的MBA是require 必须要求他们进行报告 他们的MBA的平均就业公司的能力的 包括他们要符合报告的标准 他们不能只捡自己好听的报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报告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他是非常客观 来检验一个商业 他到底受了多少地理位置因素影响 他到底实能就业公司怎么样 他教授到底教的是怎么样 一个重点 OK 排名第50年代 今天的排名是根据依据这个排的 然后CLAW Faculty Intership Support 找一个时期 Excellent Career Coaching 然后把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ity Board Options 全球的跨国类教育的机会 然后Real Work Real Work Consulting Project Case Computation 现实的这个这个咨询的项目 还有Case Computation 一个案例的竞赛 Scholarship and Assistantship 那不是现在把他把他给脚最新 我们来看看整体的啊 学费国际胜利1700 1700块钱 你看这个地方就很低 平均的GMAT只有592分 这应该是看到现在最低的了 就是前50商圈里面 平均的GMAT 592分 这是非常低了 592分 那不用考了 真的 那有什么好考 The LNBA only made it begin in the fall 只有秋季开学 那如果如果一个项目只有秋季开学 其实还侧面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录取的学生并不多 Resume 简历 College Transcript 然后Twitter Recommendations Personal Usage 文书 TOEFL IELTS 那个雅思和Dolingo Dolingo Dolingo 看他的MBA的就业能力 你们看这儿 这个就业能力非常说明问题 2019年到2022年 一共才36个学生 所以说这个MBA项目并不是很火 然后29个 76%的USCitizen和24%的国际 就归生比例倒还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面 学生的就业的情况 97 received at least one offer by three months after graduation 97%的学生在毕业以后 三个月之内拿到了 拿到了一个offer 然后你看 在毕业之前 只有69%的学生拿到那个offer 这就非常低了 一般的商务券 这两个数值 这个数字 虽然是高了 三个月之内 一般顶尖的商务券 是在95%左右 那97%是高的 但是毕业之前 只有70%是低的 最让人震惊的是 平均 这个平均值啊 最低的MBA 这是MBA 这是工商管理行政硕士的 MBA最低 39,440美金 打发要饭 打发狗呢 这是 打发要饭呢 本科毕业 都是至少 一个再不低的美国大学 本科毕业 最低公司都四五万美金 平均值六万五 这也是到现在为止 前五十商务券里面最低的 而且是明显低的 最高才十万 也就是人员的平均值 就是他的最高 大家看就是数据了 我来切过来 第一点 最低工资将近四万美金 太低了 本科都不止这个数字 第二 平均工资六万五 MBA毕业平均工资六万五 这个能力 跟一般的前五十 或者甚至五十一万的商学院 本科的就业能力是一样的 他是MBA 他应该 MBA是什么意思 他应该是比本科 比其他的硕士项目 就商学院开的一年的硕士项目 比较高多的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前二十的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 MBA毕业平均应该在十二万 十三万美金 基本上最高值会看到二十五万 哎呦我的腰 最 大家看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支撑架子 在这里面 这个地方大家能看见吗 这个腰真的是 过两天 说明有一天我要躺着跟大家录视频 最高的工资能达到二十五万美金 三十名到四十名的商学院 平均值应该是在 应该是只有University of Tennessee 那真的是太受到地理因素影响了 那个周边真的什么都没有 除了那以外 基本都在十二万到十四万之间 没有一个出口的 三十名到四十名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所以大学的宗牌真的没那么重要 你如果学商的话 真的是商科商学院的实力是真的是很重要 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谁先理解是会想明白一点 四十名到五十名的商学院里面 除了University of Utah David Eccles 他低于十万 因为地理位置因素 你别忘了 大家别忘了 他低于十万他也是九万多 另外一个是University of Alabama 的Manderson 他低于十万他也是九万多 他可没有说到六开头了 没听说过 按着有句话 按着有句北京话说 没这事 这哪跟哪啊 这什么 这一大个意思就是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 MBA平均工 基本公司六万五 没有 有大学offer过 我就不想点那些offer过 我 就给想试图给过我钱 让我帮他们大学打广告的 大学我不点他们名字 我生活助理 包括我都收到了不少这些 不管微信还有邮件 你以为呢 那些美国大学在中国 其实很多都有办事处呢 他们他们的 那我每期视频 七八个平台加起来 花了花了 小一万的这点量 这我有时候一句两句的 有时候一个学生 就改变他的想法了 这了得 一年才收多少个学生 一年中国学生 有些大学才收十来个 对吧 所以有些人找过 所以我一分钱没有收过 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大学合作过 要不就不客观了 所以咱们好的说 咱们咱不行了 咱们就这样给他点出来 NBA平均工资六万五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就算50名开外的大学 我当时以前没有看过 我猜的 以我的经验 50名开外的大学 像匹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U.C. Davis 加利福尼亚州 戴维斯 包括Northeastern 东北大学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拉州大学 Moral的商学院 包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而外的Palmoral的商学院 包括甚至Bayer 还有University Connected 康务大学 包括University of Miami Botson College Fordham 这些应该都 这些应该都不会到NBA 才到六万五 这个真的是低到离谱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U.C. Davis今天把 Auva State University 跟Botson排在一起 Questum 这对于Botson来说 我真的 我对Botson University 有维护 也有批判 我有时候老点他的 Metropodern MET的学院 就是博生大学 但是Questum的商学院 我真的为他感到冤枉和不公平 他跟Auva State 今天并列排到 第五十名的位置 Botson University Questum的MBA 也将近十万美金之上 那正好八顶的一个 应该排到四十所名的商学院 就我今天排到五十名了 结果到了Auva State 这个地方 好嘛 平均MBA公司只有六万五 我的天啊 只有六万五 然后Medium 中卫 Medium是六万五 然后Medium是六万二 更低 哎呀 有些事情真的值得我们 这个有点低了 真的就尼玛的离谱 真的 你看学生区域 你看一般来说毕业以后 都是双分天下 什么叫双分天下 就是管理学 就是consuming 就是管理资权类的 占了25% 金融占了25% 金融行业剩下50% 或者003的各大行业 但你看他这毕业的学生 工厂制造类的17.9% 是最多的 然后其他的占颜大 最大众 包括工厂类的 Engineer 包括你看他去了公司 AxMobile 然后Deloy 两个 然后都是一些工业公司 居多啊 你看 长安定了这个 USRM USPOST UP USPS TES 这是实际 这边的工作 去的公司也是 也是非常平平一般 说句公道话 没办法 他在这个位置 他在Iowa这个位置 他本身旁边 Ida Newbrusk Kansas University South Dakota North Dakota Wyoming Aklahoma Arkansas 这些的包括 你往这一片走 这一片没几个呢 没几个有名的大学 说真的 就这一片 没几个有名的大学 当然到了Minnesota 开始 你还一定是沿海 沿这个五大湖 或者沿在加拿大 他就 他就会做得好一点 包括你看 雙中分家在这儿 Universum Minnesota Twin Cities Wisconsin Madison UIC在这儿 到了Minnesota Arkansas这边 没什么 然后你看再往下 像Louisiana Tulin 对吧 像这个 德州的这些经济 就非常发达了 虽然很难 我也理解的很难 这是他这个州 基本上能叫出名字的主要的学员 你看 没有一个是我们平时 真正 真正我们 我们能会设计到的大学 好吧 看看大学长什么样吧 基本上就长这样 中规中矩 一个中西部的 中西部的商区 我要总结两句吧 时间因素 45分钟 呃 果然不出奇啊 其实我之前也是 也是预估到了 其实果然不出奇 这个确实是刷新了 这个就业的 NBA平均上最低的工资 625 太低了 太低了 我在前两年录的时候 就发现L Austin这个问题 他的棕牌也很一般 一百多名 Cover的棕牌 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的卫生 也确恶化周率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大家是普普通通的留学生啊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自己知道 我对学生的要求我都说太高 在我嘴里可能一张嘴就是西北大学的Catout UCLA的Anderson 我都觉得UCLA的Anderson 都属于UCLA的Anderson的管理权 Anderson管理权都属于第二阶梯的管理权 在第一阶梯的我张嘴有时候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的Booth Universal Pennsylvania 我冰淇淡大学的Warren 这些呢 包括Universal Major和Ross等等的 上第二阶梯的 我有了会说 比如说Universal Washington Foster Universal Florida Warrington 这些呢都是第二阶梯的 像那个Alvestain 我话说过来 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只是想要一个有学上 这个大学确实门槛进去的并不是很高 通过整个的GMAT的平均分数 留学生整个的比例 并不是很高 并不是很高 所以 比较容易进去 进去的你就是一个留学的机遇 我相信这个大学啊 我猜的应该会成为中国的 国内的很多中介的一个保底的大学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好进去的一个渠道 咱们有一说一啊 有时候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到底留学是开过视野去了 还是留学是奔着 奔着排名和整个的教学智商去了 如果你要说是开过视野 也有这么一个留学的精密的话 并且这大学应该也不贵 那是州立大学 这是为什么吸取 吸取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的一点 道理教育是给人创造一个机会 还是一个高高的门口 卡住很多学生留学的机会 这个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其实是 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 好吧 以上呢就是这个 Alwa State的那个 Alwa州立的 Deb & Jerry Every College of Business OK Deb & Jerry的商学院 这是在2022年 百层的商科名校 跟巴斯斯特约的博士 在手边 跟波士特约大学 并没有排到50名的大学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为巴斯特约大学感到 不公平 真的 排到第50名的大学 好吧 如果你在流行上想得到我个人帮助呢 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的firstwim到 lastminutefinitsquare.com 也可以通过 微信连接到我 在各个平台上上下左右 包括有些底下的 点个小YouTube 点个点说明 都会看到我的微信 助理到联系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通过联系 这个通过联系方式联系 第一时间联系到我 好吧 以上呢 就是Alwa State 和华州立大学的商学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